话说,今天我看印度的那个主播视频翻车了,因为我不以为它是一个来中国旅游的印度,然后实际上我看到的那个是一个油管搬运工,它是把它加了中文字幕,我以为是它那个主播,它是在中文翻译团队呢,结果并不是,我以为它真的是个大卫生在中文翻译团队呢,结果并不是,我以为它真的是个大卫生在中文翻译团队呢, 它就是一个说他们本地旁游谱语的一个印度老板,然后所以它的英语我一点都听不懂,因为它说的就不是英语,它说的是旁游谱语,然后它那个中文字幕是国内的字幕组翻译出来的,然后所以它的视频,我还以为它最近在国内还想念那个, 印度主播见面的,结果它的视频实际上是半年前的了,它是一个旅游主播,它去全国世界各地,它去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去旅游,然后它此时已经各种旅游去别的国家了,它那个好几十个国家旅游,所以它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半年,旅游已经去别的国家了, 然后搬运公司幕组,搬运的是它半年前的视频,然后误会了,搞得还挺激动,我刚看到它在广州那什么,我还说,哎,那个也约着见面呢,完全误会了, 对不起